下穷人愁一米五九名画美主月月吃土 我可亲可爱的观众大宝贝们 你们好呀 我是你的小美呀 穷话是学来的 但爱你是真的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 一打开就是劳动画了 天使进猎蛆 传说在空间回廊中 奉印着有机天使亚雷克希尔 蛤有机 原来天使也分健康不健康的吗 有一天亚雷克希尔的躯体被盗了 与此同时一个男人解开了封印 放出了法尼天使罗吉艾尔 一切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 赛珍间有一个普通通的高中生 无道刹那 这个小伙总跟同学打架 就是单方面的被捶 学长救了他 妹妹沙罗看见他这么不争气 上来就跟他爱吃了大嘴巴的 两人的父母离婚之后 兄妹俩约定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 今天就是见面的日子 但是刹那从不遵守约定 他表面上对妹妹十分很哭无情 但是妹妹一遇险他比谁都紧张 究其原因 他恋妹了 妹妹沙罗也说 他好像有严重的恋胸情节 上来就骨科 就是这么刺激 真是绝了 刹那以为妹妹对他只是亲情 这个时候 刹那已经被盯上了 快让让 你压到我的粉红色隐形翅膀了 刹那是一个有隐形翅膀的男人 凭这点我们就知道 他的身份不一般 刹那本想再挣扎一下 但是报告显示 两人是亲的不能再亲的亲兄妹 最后的希望会变了 这个时候一个一头秀发的男人出现了 他问刹那相信神明吗 然后又说一对听不懂的话 最后他叫刹那亚雷克希尔姐姐 刹那懵了 这人是雌雄不变 但是转眼男人就消失了 学长找到了刹那 告诉他最好先不要跟沙罗见面 有控制力积极 然后送给了他一个护身符 学长走后 听着他两个人终于露面了 他们是邪鬼族的九雷和九音 也是为了亚雷克希尔而来 没错 九音其实是九雷的堂哥 但是是个性感的人妖姐姐 这话激怒了九音 刹那被一顿吹 石碑塌了下来 但是刹那头发无损 他从小就有一种超能力 无论多大的事故 他都可以平安无恙 这让刹那不禁怀疑 自己真的是亚雷克希尔猫 亚雷克希尔是舵天使 他带领邪鬼攻入了神界 决战中他用尽了力量 精神和肉体分离 肉体被放映在天使结晶中 而精神到了刹那的体内 所有邪鬼都在等待亚雷克希尔觉醒 现在天界一片混乱 神进入了长久的睡眠之中 天使们陷入了争端和战争 能解决这场斗争的 只有有机天使亚雷克希尔 和能与他匹敌的弟弟 无机天使罗基艾尔 就是那个一头秀发的反叛天使 罗基艾尔身为反叛天使就很叛逆 他最想做的不是解决争端 而是想搞自己的姐姐 没错 一开口就是老恋起屁了 久雷和久音的目的 是想从刹那体内 唤醒亚雷克希尔的灵魂 昨晚 他能梦到久雷被猥琐天使欺负 亚雷克希尔救了他 他说现在的天使 都是沉迷欲望与鲜泻的软弱神经体 表面上光面堂皇 实际上还不如魔物来的纯粹 不想被欺负 就要站起来变得强大 他将带领邪鬼 向神举起反旗 鄙视的亚雷克希尔 意气风发 撑了久雷心中永远的光 刹那惊醒 发现梦里竟然是亚雷克希尔的过去 这时窗户被打碎了 沙罗被绑架了 绑架沙罗的 就是跟刹那打架的同学 久雷和久音跟了上来 刹那以一滴好几个 但是同学们忽然都变身了 罗金艾尔出现了 他用药丸将同学变成机器人 就是想逼刹那觉醒 他曾是神界最妖艳的天使 却被双胞胎姐姐亚雷克希尔 风云于地下 他只想让姐姐觉醒再报仇 但是因为刹那对沙罗的爱意 让他始终保持人心 罗金艾尔又杀掉沙罗 唤醒亚雷克希尔 万万没想到 圣者亚当出现了 他制止了罗金艾尔 还治好了刹那 手下拽着罗金艾尔溜了溜了 亚当也消失了 刹那救下了沙罗 他让久雷他们赶紧回家吧 他根本不想了解天使和邪鬼 但是久雷说 他们已经没有家了 使人类污染大气 破坏环境 让他们国家的情况 每况愈下 而天使杀了他们所有的族人 是亚雷克希尔救了久雷 他说要带领他们反抗神界 然后建造一个 没有神 没有恶魔的理想国度 但是现在 亚雷克希尔却迟迟没有觉醒 刹那不想理解天使的争端 他只想好好跟妹妹在一起 还亲吻了沙罗 这一幕正好被妈妈看见了 他们是亲兄妹 妈妈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刹那也知道 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控制不住情感 这使人沙罗苏醒了 他说自己也喜欢哥哥 最喜欢哥哥了 刹那埋藏在心里多年的感情 终于还是被沙罗知道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沙罗也喜欢自己 为了不让妹妹跟自己侮辱企图 他故意说自己是又是渣男 喜欢沙罗不过是玩玩而已 只有这样 才能让两人的关系 回归正常的轨道 沙罗难过至极 刹那悲伤过度 嗨 还不是自己多的 久雷家族的先知说 亚雷克希尔的复活 会给人间带来巨大的灾难 也会让刹那死亡 现在刹那身边就有危险分子 久雷隐隐有些担心 上次的事件之后 沙罗就在纠结对刹那的感情 妈妈为了阻碍两人 决定带着沙罗出国 沙罗来见刹那最后一面 还亲了他一口 刹那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 但是有人偷拍了沙罗吻他的照片 还粘贴到了学校里 兄妹间的禁忌感情 引得大家议论纷纷 宣传灯就像天女散花一样 飞到了学校的各个地方 刹那疯了一样去捡 还好学长打醒了他 他这个样子太难看了 所有碰见他变态的人 都是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发言的 如果他对沙罗是真爱 是对是错又能怎样呢 刹那感动极了 与此同时 沙罗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 看到一个玩具戒指时 他陷入了回忆之中 小的时候他哭了 哥哥就会用这个戒指哄他 他珍藏了许多年 现在想扔掉也舍不得 久雷过来跟他说 他跟刹那都是傻子 压抑自己的感情 就是胆小鬼的行为 放学之后 刹那看见了学长跟搞事的学生 他悄悄地跟了上去 同学也被罗基埃尔控制了 罗基埃尔想要护身符 原来他早跟学长认识 但是学长说 那东西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他直接杀掉了学长 刹那心态崩了 他觉醒成为亚雷克希尔 劝罗基埃尔不要再执着于战胜他 罗基埃尔使记让他杀了男同学 这下刹那就背负了人命 但是亚雷克希尔丝毫不慌 他净化了死去的同学 九雷开心极了 亚雷克希尔回来了 这时圣剑发出光芒 刹那恢复了正常 原来学长病没有死 天地大战时 亚雷克希尔砍伤了罗基埃尔 他的血溅到了学长身上 所以学长拥有不死之身 搞到最后 一直保护刹那的学长也不是人类 刹那这一刻才知道 所有人都是为了亚雷克希尔才接近他的 这一下他的力量彻底爆发了 这事之后学长心里也很难受 九雷说其实他对刹那早就有了人类之间的感情 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保护他 所以刚刚的冷血无情都是假的 刹那这个时候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很快学长的尸体被发现了 刹那成了重点嫌疑人 沙罗也要出国了 联行前他把戒指给了九雷 九雷找到了刹那 这时警察正好找上门 刹那一看戒指 就决定去追回沙罗 他逃跑了 到了机场 刹那跟沙罗说出了真心话 他以后只会爱沙罗一个人 沙罗哭了 他最后选择了刹那 即使背弃神的祝福 他最后还是要跟哥哥在一起 两个人选择私奔 学长拦住了警察 还说死去的学生是自己杀的 兄妹俩坐上了火车 到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刹那为沙罗戴上了戒指 看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袁某空的画面 你品 你细品 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私奔的兄妹俩过上了看似幸福的生活 嫉妒在罗吉艾尔的心中疯涨 为什么姐姐要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其实想想 刹那的身体里住着亚雷克西尔 跟沙罗在一起 这不是边境百合吗 绝了 夜晚 刹那心中的不安涌现出来 他看见新闻报道 高中生杀人事件的凶手 就是被捕的学长 他心中愧疚 就直接跟沙罗摊牌 他的身体里有另外一个人 人是他傻的 所以不能让学长顶罪 沙罗决定陪他回去 与此同时 先知告诉九雷 因为学长介入了亚雷克西尔的宿命 所以东京即将毁灭 刹那马上去往死亡 九雷赶紧去找刹那 刹那这时候刚刚回来 罗吉艾尔的手下找了过来 他想杀掉刹那 让罗吉艾尔不再沉迷于姐姐 但是沙罗挡在了他身前 戒指碎了 沙罗死了 刹那觉醒了 他一招秒杀了手下 然后把东京变成了废墟 没有沙罗的世界 已经存在的没有意义了 他虚构出一个世界 这里一切平静美好 沙罗也不是他的妹妹 而是他的女朋友 但是他知道这都不是真的 他挣脱出来回归了现实 找到了学长 因为护身符受损 学长也受创了 刹那请修复护身符 但是罗吉艾尔来了 他挑拨离间 出学长是把渴望鲜血的魔剑 原来他是魔剑七人的化身 因为他进入刹那的命运 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 但是刹那很相信学长 亚雷克西尔出现 向罗吉艾尔发起了攻击 一瞬间东京恢复了现状 亚当再次出现 是他将时间回到了从前 但是沙罗却没有醒来 亚当说是沙罗的命运 刹那是救世主 只有他的离世 才能让刹那觉醒 现在的亚当是精神体 他的身体被游进在神之塔中 需要刹那去解救 否则世界早有一天会灭亡 刹那答应了亚当的要求 条件是让他去亡灵界 找回沙罗的灵魂 他要保护所有人 才是救世主 亚当从护身符中抽出了魔剑 让学长插入刹那的心脏 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亡灵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时候大家肯定好奇 咋这就完了呢 这不才开始吗 其实这部漫画已经完结了 但是动漫只有三部 所以之后的剧情 感兴趣同学可以去看看漫画 漫画从1995年开始连载 25年前的漫画 就有人妖和多多谷科了 而且舵天使和反叛天使的设定 也太代感了吧 画风虽然古早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帅的 也爱了 其实挺期待之后的部分 可惜后面再也没有继续出了 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这种类型 大家有什么老的番剧 都可以弹幕评论推荐给我 喜欢老番环节的 别忘了点赞投币关注 加弹幕小美真棒 爱你们哟 那么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这期带给你们作品呢 记得点击关注订阅 还有就是点点上面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最新消息 最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是疫情期间 请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勤通风 没什么事的话 请大家一定不要乱出门 做好防护 保护好我们自己 不要让我担心你们哟 爱你们哟 拜拜 by bwd6